老板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你坐 你随便坐 正好我有个事也想跟你说 你也有事 那我先说吧 我先说 你等会 我先说 那行你说吧 两个事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随便你说吧 过一天我要出差 出差 对 那坏消息呢 有人 我说的就是会对的 是吗 那好消息是啥呀 好消息就是 我打算带你一块去 你带我去啊 不是我一个打杂的 我啥也不会 我陪你出差干啥呀 那你就别管了 我让你去你就去 回来的时候 给你一乡钱 你想啥呢 我又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我没块不去 五千 吃包住吗 那行的 啥时候走 我准备好东西 好吧 对了 你不是说你有事 跟我说 有什么事 看我这脑子 我这个事更重要呢 老板 我妈明天不过生日吗 我买不着回去的票了 所以我想着 你把车借给我开回去 顺便 我也带我妈转一转 你看行不行 你妈过生日啊 没问题 那车借的楼权随便开 那我工作做完了 下午就出发了 那我走了老板 喝杯茶吧 你不喝了赶时间 这半天也没给我倒一杯 走了 哎 白白 刘非白 哎 老板你怎么追过来了 你不是要回家给你妈过生日去吗 对啊 你这两手空空的 怎么什么礼物你没拿呀 哎呀 我给他买了两件衣服啊 买了两件衣服呀 不是刘非白 我发现你怎么一点不懂 这个老人的心思呢你啊 啥呀 你知道老人最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男朋友啊 不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